运动能降糖实锤了,上海交大医学院研究,这两种运动将血糖效果最佳,关注健康共享美好生活。 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小颖,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频道。 49岁的李先生在几年前被查出血糖过高,医生给他开具了药物服用,并让他注意生活和饮食习惯。 但李先生没有太当回事,依旧保持原先的习惯,只是摄入量少了一些,而血糖也是想起来测一下,想不起来就算了。 几年时间里,血糖一直忽高忽低的,大约从半年前开始,他感觉自己的排尿次数明显增加了,且经常疲劳无力。 李先生本以为是自己上了年纪压力大导致的,直到上周,他在工位上突然看不清东西,浑身无力瘫倒在地上,送医后抢救无效离世了。 据医生解释,李先生罹患的是脑梗,而造成脑梗的元凶,是他过高的血糖。 一、四十岁、六十岁、八十岁,正常血糖是多少,标准各不相同。 血糖顾名思义,是指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其主要源自于食物的消化、吸收,还有部分是肝糖原分解脂肪。 蛋白质转换而来,血糖指标是否正常,与健康有很大的关系。 数据显示,我国糖尿病发病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1.2%。 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长期高血糖给健康带来的一系列副作用,包括会导致糖尿病肾病、酮症、酸中毒等,给患者的身心健康都带来极大威胁。 但小颖要提醒的大家,其实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糖尿病人,血糖控制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具体来说,普通人,空腹血糖保持在3.9到6.1毫米奥,餐后两小时血糖值7.8mol每L,65岁以下。 新确诊糖尿病,且身体没有其他明显的并发症,空腹血糖要控制在4.4到6.1毫米奥,L,餐后两小时血糖8mol每L,糖尿病病病程较长,且身体合并有心血管疾病病史。 空腹血糖则要控制在6.1到7.8毫米奥,L,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8.0到10.1毫米奥,L即可。 65岁以上,身体相对健康的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目标应该在空腹6.1到7.8毫米奥,L,餐后两小时血糖7.8到10.0毫米奥,L,本身预期寿命较短,且身体状况较差的老年患者。 空腹血糖要控制在7.8到10.0毫米奥,L之间,餐后两小时控制住7.8到13.9毫米奥,L,同时要注意监测高血糖微向。 2.睡觉时有这五个表现,说明你的血糖偏高了。 3.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普遍都比较好,很多人长期营养摄入过剩,进而诱发了一系列慢性疾病发生,但对此没有足够的关注度。 等到症状明显时才去就医,这个时候治疗的难度会增加许多,日常一定要多观察身体表现。 睡觉时出现这几个症状,都是血糖过高导致的。 1.夜尿增多,血糖过高会导致渗透性利尿出现,患者会有明显的排尿增多现象,部分患者在夜间血糖值会特别高,导致夜间频繁的起液,次数两次。 2.口干口渴,在排尿次数增加的情况下,身体会缺水,让患者出现明显的口干口渴症状,补水后又会频繁排尿,导致恶性循环。 3.皮肤臊养,高血糖会刺激皮肤的没烧神经,让皮肤出现异常的臊养症状,且血糖过高还会影响到肾脏功能,导致体内尿素无法正常代谢。 4.大量的尿素蓄积在体内,也会引起皮肤臊症状出现。 4.异常出汗,在睡觉的时候异常出汗,且伴有心慌、乏力等症状,可能是低血糖引起,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5.睡前饥饿,在正常进食晚餐后,睡前仍有明显的饥饿感,则需要考虑是血糖过高所致的。 5.这是因为血糖无法及时被肠道吸收,肠道无法吸收到充足的养分,长期血糖高,会给健康带来极大的威胁。 5.对此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5.发现上述的几个症状要及时就医。 视频看到这里了,麻烦亲们动动发财的小手,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3.运动降糖实锤,或能降低74%糖尿病风险。 很多高血糖的人认为控制血糖只要少吃就可以,完全忽略了运动的重要性。 实际上,运动是控制血糖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多项研究发现,运动对降低糖尿病患者死亡率、合并并发症风险等方面都有重要作用。 美国糖尿病协会发布的指南指出,二型糖尿病患者每周至少应该 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或是75-150分钟的高强度运动,同时要保持每周大于等于两次的抗阻运动。 2024年1月发表于Diabetes Care期刊的研究发现,坚持进行运动与糖化血红蛋白降低之间,有明显的G型剂量关系。 其中,受试者的运动量达到每周244分钟中等有氧强度运动,或157分钟高强度运动时。 将血糖的效果最为明显,运动除了可以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外,对普通人预防糖尿病发生,也有很重要的作用。 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多个学院联合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指出,相较于每天进行运动不到5分钟的受试者, 每天进行一小时以上,中高强度的受惠者,罹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下降了74%,即便是一些家族内有病史的人,也可以通过运动来降低患病的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中等强度的运动是能让你出汗,稍微喘不过气来的动作,比如快走,而高强度的运动则包括跑步、骑车等,往往让人呼吸困难,糖尿病在现在十分常见,对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旦发现血糖异常上升,尽早进行干预。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请转发给您所爱的家人, 其实您所拥有的一切呀,都是您自己所吸引来的,您想吸引什么,您就会收获什么,您想拥有健康吗? 如果您想拥有健康,就在评论区打上四个字,我要健康,您一定会收获健康的,关注我,关注健康。